太行山燕山交汇地带 江家屯村 连日的英语打乱了武功亮的修车计划 但银行的还款日期却一天天临近 武功亮被迫动用儿子的结婚用钱 周转贷款 装修房子给儿子准备婚事 原本是一件开心的事情 前妻王秀平 之前和婆婆有一些矛盾 她想趁着装修的机会 把老家具全部换成新的 五公亮接下来的二手车身 公监日记继续记录 最近一段时间 武功亮新发展的二手车生意 成为她的工作重心 每次走街串巷外出修车 都会介绍自己的新生意 加上通过网络渠道和朋友介绍 知名度在当地迅速扩散 开张半年多 经手的二手车已达15辆 远远超出她的预期 今天一大早吃完早饭 武功亮就开始联系 买卖二手车的新生意 由于之前的合伙人 最近一直忙于自己养殖场的农活 武功亮决定自己店前经营二手车生意 同时叫上好朋友小米一起前往 工具都拿好了 走吧 出发 由于路程大部分是山路和上坡路 15千米的距离 武功亮驾驶电动车 花费了一个半小时才到达 到场后发现情况和预想的 有很大差别 上个月 武功亮就来看过这辆农用车 对车况也比较满意 当时和男车主 因为价格原因没谈成 后来通过多次电话联系 男车主最终同意 5500元的价格出售 没想到这次上门买车 当事人却没在家 你们老婆留起来说留起不行 你跟你老婆算吧 留起来小腰了就闹走得行了 你俩说了好 不说你俩打架打架走了 打架不打架那是 那个是俺俩的事 不你事了 小脑了就留起来小脑了 你这一碗就给你抖过了 我这一碗 我这东西不是一碗 我愿意了你就闹走得行 不愿意 不愿意 不愿意就不谢 走 回家 眼看五公亮掉头离开 女车主的态度 也突然发生了变化 你看你要是愿意要了 就算五千钱你愿意拉了 就闹走就行了 你要不愿意要了就得了 你快五千钱闹走得行了 你耐了时间了 扣扣起来跟女儿扣起来 别扣起来 你快五千钱小闹了 你就闹走得得了 没来 没来 家钱没少了 我一走 他想卖就卖嘛 对不对 你不走了 这要是喇叭话 喇叭半天 所以他肯定不给你老家 我捡起你 我不捡起呗 坐哪里 躲就躲凉了 不躲哪里 躲哪里 不躲哪里 朝不开戏的呗 一 二 三 前后头 上午了啊 哪里 坐这儿了吗 坐这儿就给你花了啊 好 来 我上 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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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车辆长时间闲置 车斗门掉落 需要重新安装加固 同时有一个轮胎出现漏气问题 这让他有些措手不及 由于这里距离江家屯箱比较远 不可能回去补胎 只能安排朋友小米 在附近询问修理铺去补胎 收车价被女车主提高了200元 修轮胎费用尚不确定 吴公亮一人坐在零下16摄氏度的街道 只能选择默默等待 经过近两个小时的等待 朋友小米终于把补好的轮胎带回来 好在只是普通修补 只花费了50元 这个费用在她的心理承受范围之内 这点对点她 有个叶子 我有 经过一上午的忙活 武功量最终以5700元的价格 达成交易 上午9点出门 下午3点钟才完成收车 回收二手车 不仅占用了武功量大量的时间 更占用了手里大量的现金 下一步能否找到买家 开始成为他担心的事情 一大早 第一书记高文 趁着武功量还没有出门 就来到他家里 宣传安全用煤的政策 江家屯村冬天降水少 气温低 村民以烧煤取暖为主 以前村民自己采购燃煤 质量参差不齐 甚至还出现过 一氧化碳中毒的情况 很多村民都比较担心 用煤出现安全问题 其中也包括行动不便的武功量 前段时间江家屯乡政府通过补贴政策 都买了一批优质的无烟煤 以500元一吨的价格卖给村民 确保大家安全用煤 这不是捏了 这无烟煤没有 然后国家给你发这么 腰滑的经火器 这是免费给的 为大为卡当左手 对 而且里面有个保险单 把这个保充好 这个咱们的报警器 买的保险的 外出什么上去 可以拿这个保险 这是每户都有一个 把你挂墙上 我这个你看按一下 按一下它有滴滴的叫声 还有血识 证明它是正常的 没坏意思 你问上时候按一下 啥时候它这个电 没电了 你按下来它就没反应了 除了武功量一家 村里其余52户建档力卡户 也是大家关心的对象 武军在2018年 脱贫后 一直想通过产业致富 这次高文来安装报警器 就又聊到这件事情上 武军有三个孩子 大女儿已经出嫁 老婆有轻微智力问题 生活的重担 全部压在他一个人肩上 为了让武军的产业 尽快走上正轨 今天高文和曹瑞清 在葬门给他办理手续 项目名策就是养驴是吧 嗯 申请贷款是几万呀 申请贷款五万 还款来源就是养驴收益是吧 嗯 来 再咋切个这 好 按个手印 好嘞 可以了 一个时间看你还款能力 一个看你家都乱车 这样能有还款能力吗 你没有还款能力 可能不好对吧 嗯 一会儿每天都大扫大扫 嗯 家里都能背着耍 都电车气点 有句话说嘛 又不少喝一少天下 你这家都弄不好 你怎么养驴呀 嗯嗯 是吧 发展产业先把自己家弄好了 嗯 你这现在还喝酒了 哎呀 还没说 不能喝酒了 你这天天喝的酒 你看看 经过多次劝说 武军的思想状况 依然没有改变 表面上答应 等大家走后 又开始喝起来 喝完酒 家里的卫生还是老样子 对扶贫贷款 更是存在怨言 武军的怨言被高文知道后 让他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方法 他这次决定邀请一位帮手 共同去做武军的思想工作 武功量和武军都是村里2018年脱贫的建档力卡户 也是村里第一批申请扶贫贫贫的村民 如今武功量通过贷款发展了修理铺和二手车的产业 这次过来 主要是希望通过自己的经验劝说武军 这个你的有效到大 你开始得得了一碗了两碗了 你比如说脑机密了 你比如说换了以后 然后可以 给这形狱做得少之后 然后就可以得我 我头年也得给我四碗 人家过年 过年这服务品就不办 办 不办 怎么才还有 他比如说脑机密不穿枕上 我给他做主意抓到 穿上的加油切外装饭 他要四号绿的 你比如你这绿 没回来 比如说五千块钱 要好两三个月 有着 有着想买了一天 能走三五千的 三十千的 这就没钱了 就是带着只剩一点方式 跟着说 要着跟着经验在一块儿 你才行 谢了多多能挠劲 你挠劲又不是伤势 你最怪记得那儿 就是赖 你也不 咱们说句话 这也不想干活 干活就耐受 你要给他听 这下饭锅吃饭 就都收出去 经过交流 大家发现 五军的懒惰行为 对孩子也产生了 一定的影响 你说那一切天天 一喝下去就汤到 就水 他能给你好好干活 你要天天天天天快快 收拾他也帮你收拾了 是吗 这故障少得好 四沟夫 这一半负 你得赞吗 你这些负 你也套也负 他就不反复出去 国家可以给你政策支持 可以给你技术培训 但是小发展还得靠自己 周边的人都可以帮助你 但是帮助是小部分的 主要还得靠自己 对 正常家庭 等靠要思想改变是最难的 我们来了无数次 每次都教育他 但是未进步的就是 现在不喝酒了 那胶态进去了 那天进去了 下一步还得和 福字福字地结合起来 这冰冻算是非日之寒 这个东西慢慢慢慢 直接地改变 一下让他改变可能也比较难 由于银行的扶贫贷款审核 还需要一段时间 高文决定先帮助武军 申请4000元的困难补助 支持他的畜牧业发展 最近几天 武功量都在忙着修理 上次回收的二手车 仔细检查油路 电路 电瓶等 各个环节 然后第一时间去网上发布信息 并且给朋友打电话 推广介绍 按照之前的经验 需要等待大概一周的时间 才会有消息 但是这一次令他没想到 第二天就有客户上门看车 车啊我死也有也可也对吧 你要多少钱呢小伯 你要是成型买吧当就七七三五块钱 稍微整点你看你也咋着买嘛 做的不是一贴刀贴油 你是多少钱呢 我什么闹个 留七多油还不行啊 还不行啊还要少啊 那咋的吧通通快快得就七七块钱 最少七七块钱 你还包七了都五百五百 差不多像啦 你看我会一通快再给你加点 拿一六六四啊 一百块钱无所谓 但是你还包这碟片不是啊 二手车在短短一周之内 就有买家愿意以六千六百元的价格购买 并且预付了五百元的定金 这笔交易虽然能使五公辆 挣到九百元的差价 但是这个价钱 与之前平均每辆车 一千两百元的利润相比 却少了三百元 咱们走的比坐的强 挣几百算几百 计划是十个车都在挣 但是有一个两车不挣也得走 赔一二百也得走 你不能让人家放着耗资金 五公辆以前做生意 总想卖更高的价钱 后来吸取扶贫贷款 积压在修理铺存货上的经验 采取博利多销的经营理念 二手车生意开张半年多 就成功交易了十六辆 平均每辆能挣到一千元左右 净利润达到一万六千多元 我那时候去也就全嘛 我父亲有病 病了十多年 就是早 所以我接着把事业干起来 让孩子们经历情况稍微好一点 一个孩子 咱们赠了一百万 咱们赠了五十万 给他们闹到手锅楼房 随着宣传力度 在十里八乡不断扩大 二手车生意的好转 在一定程度上 带动了修理铺的生意 如今本该是修理铺的淡季 但最近一段时间 来修车的客户 却意外多了起来 两百多平方米的院子里 被六七辆车子堵得水泄不通 来晚的村民车子都开不进院子 只能选择在路边排队等待 儿子上了 在零下十五摄氏度的室外 五公亮一个人忙上忙下 中午简单吃了一些剩饭 就赶紧投入修车的工作中 一天下来 大约有六个多小时 都在室外忙着修车 干点花 这不太多吧 今天腰不错 好像有点感冒 修车没别的 不是黑就是油 手要非得让这 要不 要是黑出不来 修理铺生意的回暖 让五公亮的生活 又恢复了往日的忙碌 忙碌对他意味着 可以挣到更多的钱 可以给大儿子办婚事 筹起更多的钱 但是只干活不见回头钱 让他有些尴尬 因为平日里很多老客户奢账修车 已经欠下了八千多元的账目 喝酒 这就是喝酒 这就是喝酒 不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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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哥一看这不知 咱们这还是 啥子不是 一九年一九年就九着 不贼二百块钱 不贼二百块钱 我又来得到 我都要一家 不贼 咱们这些 把你投资 这些 不贼 我们都要一家 多少钱 现在 我给俺的 小伙子还算一家 590 我给你等 你先刷威胁 我说这会儿就架下来 我往里站出去 行 好 武功量从以前被要炸 到现在去要炸 从母子相依为命 盗母亲突然离世 从吵架装修房子 到家庭新成员的家住 坎坷磨难 让武功量变得更加坚强 悲欢离合 让他多了一份 对生活的理解和感悟 反正我现在要炸 也就想起我当年那时候 被罪账时候 反正我要的时候 我也一般情况 给他们有缓分机会 看起来能够掉掉了 不能行了 是跟今天不喜欢喝下去烦 是生生体会 要炸 你要炸难 不要炸也更难 这脱皮以后 今年又加个二十二五项目 一个项目 咱们一万五的那种吧 也七万五 有俩孩子后面点着 咋的 帮他放弃 还给老大的洗手办 预计的是五月一号 劳动节已经差不多 来年就期盼 报个大收入 这样子 未来 江家屯村将会依靠东西部扶贫协作政策 大力发展葡萄产业园 使村民获得更多的就业岗位 增加收入 增加收入 武功量将会尽快给儿子办理婚事 早日实现抱上大孙子的梦想 同时他还计划提高扶贫贷款额度 发展自己的产业 去隔壁乡镇 开设一家修理铺分店 住村三年来 高文通过落实医疗扶贫 金融扶贫等政策 实现了全村零贫困户的目标 高文的住村工作即将结束 江家屯村将会迎来下一任第一书记 带领大家迈向欣欣向荣的 乡村振兴阶段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